同日千年如 江山万里兮 请观月初天如 无处不是我们情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陆巡奇 我是主持人贝席 我现在所在地在重庆市的蓬水县 蓬水是重庆以苗株为主 全国苗株人口最多的城市 就在我们的蓬水 那说到我们的苗株文化 我们可以从先秦时代的延丹文化 到唐宋时期的前宗文化 那最能呈现我们的苗株的文化底蕴 就是它的建筑 这里有苗株最大的传统建筑 那到底有多大呢 各位观众不要着急 接下来跟着我们去感受 我们的世界苗香 养心蓬水 蓬水是重庆唯一以苗族为主的 少数民族字制县 境内及苗歌 苗舞 苗寨 苗俗 跟自然风光于一体 生活在这里的苗族百姓 行苗礼 习苗俗 过苗节 穿苗衣 还唱苗歌 跳着苗舞 关于苗族的族园一般有九犁说 三苗说 南蛮说等等 但是普遍认为可以追溯到最早的 苗族鲜明次游 眼前这座次游九犁城 完整保留苗族的历史文化 在苗族人的生活当中 酒是不能少的 以酒代客是苗族人一种神圣 跟不可改变的待客礼节 欢迎回客到苗再落尾 到苗再落尾 苗美好可迎客人落尾 迎客人落尾 手铺美酒进客人落尾 进客人落尾 欢迎下次在广临 苗洛耶 欢迎大家请来参加我们的 苗家最高的接待礼仪 高山流水 高山流水 对 不论我现在感受到怎么样 我刚刚一路看到 简直看到几个仙女在唱歌 这个声音 直接穿过云霄 你知道吗 把我勾过来 你刚刚说什么 高山流水 什么是叫高山流水 我们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好不好 这不会又是 蓝门酒的其中一环吧 当然不是 就是苗家最高的接待礼 专门为你准备的 是吗 所以我要第一步 第一个步骤是 那你这边请坐 是 那如果我不过这个高山流水 我就过不了这个门吗 对 真的吗 那我这样烙烙不就可以过了 当然不可以 是不是假的 当然 所以里面是茶还是酒 酒 是苗家的米酒 糯米酒 好 来 请坐 那就入境水淑了 好 来 开始了 那我要干嘛 你不要动作是吧 你不要动作是吧 我为你 我为你 你不要动作是吧 我为你 我们不藏聚来有相见识 好 好 我已经醉了 我已经醉了 然后呢 这样子就是你们唱这首歌之后呢 一定要听 喝到你们唱完 我才可以听 所以才叫什么 歌不停 酒不停 高山流水 完了 我真的醉了 歌不停 酒不停 对 所以叫高山流水 请进 高山流水喝酒法 体现出苗族人热情代客的真诚 对 慢一点 我们在进去之前呢 可以先换上我们苗族盛装 再进入到我们的苗族的一个城市里边 选一门 我们就是要穿越到我们的 苗族的世界 吃油酒梨之前了 吃油酒梨那个 那种开天逼地的那个时代是吗 没错 好 那我们就一起走 走 酒道门是吃油酒梨城的标志型建筑 它以酒梨部落命名的 这儿的排门建筑 错漏有致 造型各异 那我们刚刚知道犬一门一进来 我想说犬一门 但是我身后呢 有一个神兽 所以犬是说它吗 这个不是 犬的话是我们每家门前的一个宠物 看门的 但这个的话 它只有吃油 它才能拥有 是我们吃油的座棋呢 是吃油的神兽座棋 对 那它长得五重外观 你看 李老师 我来猜猜看 它很像是熊猫 没错 熊猫的一个前辈叫石铁兽 石铁兽 石铁兽 它的食物就是吃那些铁器 然后它的排泄物呢 就排成那种冰器 然后吃油它也被称为冰煮 就是因为它的座棋了 它的座棋帮它生产冰器 没错 一个很有神的冰器 那我等一下摸摸它 摸摸一下我们就去往第二道门 没错 好可爱喔 石铁兽正守着九黎秘境 老师 老师 我要跟观众说 我们现在在石铁兽的屁股后面 没错 它这里进来有一个密道 对不对 没错 食衣里面即将会进入一个 梦幻的一个秘境 但是其实观众朋友来这里 有两种路可以走 对 老师 一个是从哪里 一个就是从我们石铁兽的后面 对 九黎秘境来进入到河西 对 如果您时间比较长的话 就可以去爬爬山 从我们的九道门爬山进去 是 因为它是有个城墙 一路爬上去 对的 以我们的观众的体力去做选择 那现在就跟我们走密道啦 是由九黎城 占地面积广阔 它是由四十多处单体景观建筑构成的 哈啰 各位观众朋友们 在九黎城里面有三个世界 金氏世界纪录 那这个金氏世界纪录 在这里叫金氏世界纪录 那哪三个呢 其实从我们的刚进门的九道门 就是其中一个对不对 对的 那剩下两道就由李老师来帮我介绍了 那我们现在身在站的就是 后面就是第二个了 哦 九黎宫 嗯 对的 它是目前我们最大的一个 吊脚楼建筑群体 嗯 因为苗族是以吊脚楼为主的 一个建筑 像九黎宫的话 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了 它也是最为奇特的楼中楼阁 我们可以看它整个很高 从底下到顶层上 对 并且它一层一层 不会像我们现在小区里边 数的那种一层一层的 它可能一层里边有两到三层 嗯 所以的话比较多 我们可以进入到里边去看一下 成长的相关的苗族的一些物价 好的 走 就像我们掀着自己的裙摆 看着下面是水中的倒影的自己一样 在苗乡有一种说法 苗族人一出门 全部家当都穿在身 由于过去岁月当中经常迁徙 他们把银子做成了饰品便于携带 这个三种和您头上的还不一样 哎 你说对了 真不一样 对的 它的用处因为是不同 像我们两边像球一样比较大的这个 我们的女孩子一身只佩戴一次 会在我们嫁人的时候戴 大概结婚之后五天以内 就会把这个抱着去我们的银匠老师那儿 让它融掉重新打 打的造型就是这种 哦 五天之后它就会变成这个了 对的 然后所以它之后一直用的影视 就是这种造型的了 哦 这个就是结婚后了 对的 然后就会在节庆的时候 然后佩戴的项圈的话 就可以看到上面最慎重的 像这种的话 几层几层的 就是搭配着结婚的时候佩戴 哦 然后像旁边的话就是另外两种 它这种的话主要就根据自己家族的习惯来 比如说像这个项圈表明的就是 他家所崇拜的图腾 是以这种鸟 鸟鸟鸟为主了 鸟鸟鸟鸟 对 如果像您看到女孩子戴得像你头上的这种 牛角的这种 说明他家主要崇拜的就是牛 其实就可以从项圈里面看到这个家族 他崇拜的是什么对不对 没错 苗族人特别喜欢银 他们会把银做成各种的饰品 苗族人对银是这么的爱不释手呢 其实因为我们是迁徙嘛 所以以前那个时候货币得不到统一 所以我们考虑到迁徙过程 如果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我的钱不能用怎么办呢 就想着把它换成这种银 随时就可以典当 但是又想着 这么大一坨银感觉特别笨 然后我们就想到了 把它做成首饰 戴在身上 所以逐渐地我们女孩身上 从头到脚 基本上都是银式 但男生就没有了 男生呢 我们他会负责身体轻便一点 随时去应对那些敌人 我刚才说了 穿了裙子小衣服 穿了衣服就感觉少帽子 你现在如果这一套 把它戴完之后来 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吗 对 所以是我带着 现在就是苗妹了 我现在就苗妹了 苗妹怎么说啊 戴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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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戴帕 就姑娘 姑娘 你好 我叫戴帕 苗族姑娘的服饰多彩多姿 这套服装 和我们身上的这种红色 就不一样了 它绿色的 对 我很小有看到绿色的苗服 对不对 对的 这个就叫白鸟衣 白鸟衣跟苗族的鸟图腾 有着关联 整件衣服 是用丝线绣着五颜六色的各种造型鸟图案 它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被人誉为是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 九黎宫是一座苗族博物馆 里头展示苗族的各种民风民俗 看到他们家中的各种摆设 苗族人对床铺有所讲究 像这一家就是我们的小姐床 这是小姐床 就以前的富家小姐 富家小姐 先带之后就有的这张床 那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以前的那种就洗脸架 这个是洗脸架 对它那样就是铜盆 纯铜的那种铜盆 纯铜 然后有金漆对不对 对的 那这就是铜盆 然后这边就是可以放一些 它的一个耳饰 对啊 耳环 洗漱的用品 洗漱用品都可以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就是 这是小姐的床 这个也是吗 可以猜一下 我感觉就是小姐都是红 比较鲜艳然后有金漆 这个我感觉甚至长辈床 少爷床 清单哦 这叫少爷床 就男孩子的呀 有女孩子睡的 那就有我们男孩子睡的 从哪里看得出来是 男孩子睡的 它更加简单一点 就不会用朱砂这些 给它上膝了 它就保持原色 偶尔会用红色的朱砂 进行一些点缀 然后包括它上面的雕刻就少 像女孩的百花百惠 是雕得特别多 这儿的每一张雕花大床 都是珍贵的艺术品 最好的一架 最好的对不对 可以看外边这个 对 两层踏板 它这外边就一顿 重要是两层 这个是一个二镜 然后六滴水床 像我们苗族的苗王 他睡的床的话是七镜 外边这个踏板 一共有七层出来 吃油九离城 以苗族的吃油文化为主体 它继承跟延续了 苗族的历史文化 跟民俗风情 九离神柱是吃油九离城当中 第三个被列入世界之最的建筑 上面刻有姿态各异的苗族守护神 它是苗族的象征之柱 走进苗乡境内 都会看到一根大柱子 赤油九离城也不例外 雪白的九离神柱 高大雄伟 独自矗立在广场的一角 九离神柱是苗族的象征之柱 上面刻有苗族谷歌里头 所崇拜的三十六堂鬼 七十二堂神 这些鬼神都是苗族的保护神 这个神柱真的很壮观 李老师就请你 神圣地帮我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个祭祀大典吗 我们每年的祭祀大典 就会围绕着它 像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所有的男孩女孩都来参加 上万人的规模 围绕着它 然后举行我们的祭祀仪式 还会跳我们的祭祀舞蹈 然后整个这根的话 其实按历史上来说 我们的九离神柱 应该用枫术进行雕刻 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如果它长连放在外面的话 是容易烂掉的 所以我们当时在后来 零几年之后 就考虑到这一个元素 然后就将它换成了现在这种 看到的汉白玉雕刻的 然后有24米高 所以的话它是我们目前 整个世界上最高最大 然后包括祝生的这些人物像 是最多的一个祭祀神柱 吃油酒离城在每年4月初八 会举行吃油祭典 另外9月初一到初九呢 还举办酒黄斋文化节 每一次在神柱之前的隆重仪式 都会吸引上万人钱来参与 但我们宣语这个来说 它是就第一个这个 对 可以看到它的左手 您看它 您应该能够猜到它是主要是 崇拜它来干嘛的 我看到那个左手 看到没 它左手有个什么 有个元宝 所以它是柴神吗 对的 就是我们苗族的一种柴神 那我自己来猜一个好不好 那我猜财神的这边 照的阳光这里的好了 能不能猜到吗 也是注意看 它的怀中手里边拿的一个东西 它其实拿的是一个石头 山神 对 有山神的一个寓意 还有一种就是 我们苗族有个习惯 比如说自己家的宝贝 它小时候是特别闹人的 就可能是受了什么惊吓 有时候苗族就有个习俗 就会要求他的父亲出门 一直往东走 或者是一直往西走 看见了第一颗石头 要他的儿子 他的女儿认那颗石头做宝爷 然后去给自家的孩子挡栽这种 他就是也是一个守护神 所以他叫宝爷 对 宝爷不好意思 今天认识你了 现今祭祀炎黄二帝呢 一般已经是传统 不过祭拜华夏三祖之一的吃游祭典 却是鲜少听闻的 现在随着吃游九离城的落成 祭祀吃游的大典 一年比一年更盛大 俊剑的骑手们迈着整齐的步伐 肩并肩排队排 千名身着苗族传统服饰的人们 在吃游大殿的前方 列队祭拜 整个仪式寄托了苗族百姓 对祖先的缅怀之意 苗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种类丰富 其中的蜡染跟苗绣 是苗族的民间艺术 民族服装 我们称之为无字史书 无字史书 没有字 就是本理史 是 至于苗族的医药 则是苗族人民以植物为主 作为药物治疗的医药学 它是活的 它是活的 对 当我们给它换水的时候 它会呼吸 每年我们会拿出来撑一下 它会长大 秦始皇是找到了 但是它把它炖了 所以它方法用错了 药是好药 还要有医术 就喝它的水 hayat 苗族是一个迁徙的民族 原本居住在中原地区 后来逐渐迁往西南地区 它们在这片质朴的土地上 繁衍生习 按照苗族习俗 所有女子都有义务要学习腊染记忆 她们通过简单的工具 把腊液点绘在织物上 然后放进蓝电染料缸中去浸染 运用点线面 创造出一个奇妙和谐的艺术世界 苗绣也是苗族女子只有得学习的记忆 常见的题材有飞禽走兽 花虫鸟鱼等等 苗绣的图案文饰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反映出苗族屡次迁徙的历史变迁过程 长久以来由于苗族没有文字 苗绣自然成为记录苗族历史文化的 重要载体 它也是苗族妇女勤劳智慧的一个结晶 各位 我们要轻声细语 老师 因为在这么有爱的一个氛围感中 我看到大家就这么地把这个苗绣 传承在现在很努力 很认真地 再把它绣在这个画布上面 对不对 织布上面 我们刚刚在看老师在教 就是阿妹们就是做苗绣的过程当中 可以看到最真实 最纯的样子 而且她们慈善的那表情就出来了 我好感动 老师 李老师 我就这样子 可以装个垫子来 没事 老师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说其实苗族人 是没有文字的 对不对 在古时候 然后现在我们就想要看说 你们现在的当时 用没有文字的方式 如何去续说我们祖先的故事 在这个迁徙的过程 我们当时可能就是 这上面还 迁徙的过程 迁徙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是说过黄后 我们就是用黄线来继续 像这上面 我们这个裙子还比较简单 就是不是完全按照 我们现在的审美在做 就是过一个山 我们又可以就是用绿线 过长江我们就用蓝线 我们是用线来去设的 在上面就是 所以我们的裙边 从大到小 它其实也是有一个 寒意在的 然后就是过那个 一个山就用一个绿线 过一个河 过一个江 就一个蓝线 宽度呢 滑在这边是最大的 滑在这边是最大的 那这底下的就是我们 像我们那里也看到 也是菊鱼鸟这些 就是翻山越岭过程 看到的一些动植物对不对 我们就会用那些产线的去试 到最后就 就是不是形成一个苗衣 那个嫁衣嘛 嫁衣 就像我身上这个就是 像你身上这样的袖子 那个我们的图腾啊 就是伏笛啊 嗯 就是这个鸟啊 就是很臭相的嘛 是 就很多全是动物 全是动物 包含我这个上面都是 对不对 对对 苗衣具有生命美学的观念 历史书 历史书 裙子也两斤 衣服也两斤 二四六头三斤 九斤 那我们就算十斤吧 十斤差不多是 差不多五公斤 我跟你说 很臣 真的是承载的美跟历史 那其实呢 我们最后就是想说 其实老师都会把 我们看这些苗衣呢 是苗族人的酸甜苦辣 有爱有情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跟着李老师呢 一起梦回九黎城 时光在一针一线当中 静静地流淌着 李老师 我发现自己的环境 让我想到一个连续句 就是仙剑起起来要转 然后在我身后呢 我们所在的地方 好像叫蓬水苗药研究院 说到仙剑起起起来转 聊到苗药研究院 我们现在是来到 赵玲儿他家吗 我们的一族之园的 也是我们的一个苗疆 那我们现在 为什么会来这个地方 因为苗族的话 所谓的千年的苗衣 万年的苗药 苗族人的话 人人对于医药方面的话 都有一些研究 其中苗药的话 是比较出名的 那现在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 好不好 走 苗族医药是大山里的瑰宝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的苗医的我们老师 就在这儿 谢谢我们的传承人了 老师你好 你好 苗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 医药论只能通过诗成副寿 这个是灵芝 这是真实灵芝吗 对 这是真灵芝 苗族信奉天人一体 万物有灵 所以我们的医学的核心 也是阴阳平衡 那么我们的这个药材 来自于我们的大苗三 那它也是分阴阳 也就是我们讲的分雌雄 也是分公母 那我们刚刚说 这么大的灵芝 我还是非常少见 基本是没有看过 对 那我们这个是 它这样子的生长的期 大概要多久 才可以长这么大 我们称它为百年龄姿 真的就百年啊 它是这样的 它也有就是计算年龄的方法 比如说像树一样 它这样数年轮 但是它数到一定的程度 它就是以倍数 而在增加 那么超过六十年 或者七十年 也许我们数不到了 所以呢 它已经是大自然的礼物 我们讲的已经是一位精灵了 所以我们称它为百岁老人一样 叫百年龄姿 所以现在这两个 已经是相当难得可以看到 对 所以它已经是属于活的古董 对 可以这么讲 苗药一般都是药师们 跋山涉水寻找来的药材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药材标本 是 它呢有传统的 比如说大家都认识这个人参 但是呢也有很奇特的 比如说看这个 那它特别在哪里 与这个来举例子 这叫做鬼剑语 鬼剑语 就是这个药材呢 它有中文的名字 但是呢 它也有苗语的名字 叫苏比丁 苏比丁 苏比丁 用的方法呢很特别 苗族是一个迁徙的民族 对 那它呢把银饰呢 都缝在身上 就是为了方便 不用打包行李 就是要快速地走 那么我们很难再去弄一个锅 弄一个什么久真久赛等等 把药材弄好了来治病 当然也可以 它更快的方式呢 就是路边的植物 把它弄好 然后用很简单的方式 我们都不口服 直接敷在穴位上 那是最快的 最直效就可以达到效果 现在所谓的透皮疗法 透皮肤 我们认为皮肤 也像很多张嘴 它也可以吃掉药物 这是我们的生存模式决定的 是 生存模式决定了 我们医药呢 要速度快 因为立马就要行走 是 要见效快 而且呢 又要用本草 因为这个季节 可能只有一种本草 就一味本草自一个病 或者一味本草自多个病 这就是苗族传下来的医学 很多苗药 无法透过人工种植 它必须要在野外的自然环境 才能够生长的 我们把它呢 叫石蒜 石蒜当中的一种 石蒜 对 石蒜 它会开出那种大红色的花 然后这个呢 就是解蛊毒呢 门前屋后它都会有 但是呢 蛊的各种不同的形式 可能会参与不同的这种药材 但这个就是基本药材 是 它像一个小草一样 只要在深山里 或是平地上都可以看到它 对对对 这满山片也都会有 满山片也都有 苗药的故事多到说不完 这种植物的名字呢 是由诸葛亮起名的 公元254年 然后它打到苗寨的时候 士兵们就打不动了 全都换了风湿 是 就是腿疼 然后呢 就找了药材来治 就发现了这个药材 这个药材它起名叫半风荷 它很有意思 这个呢 你看 这个是枫叶 三角形的 但是这个呢 却是圆形的荷叶 真的 对 所以一株植物上面长 两种不同种类的叶子 一半是枫叶 一半是荷叶 它用了这个药材以后 士兵们的风湿 立马就消退了 如果你有风湿的问题 就是吃它就可以立马消退了 洗 洗它 对 洗 用它来洗澡 不是口服 用它来洗澡 或者是把它弄碎了 就敷在我们的膝关节上 膝关节上 它之所以这么神奇 跟它我们讲的道地药材 苗族刚才说了 湿气很重 因为山里面 还有脏气 毒气等等 湿气非常的重 那么生长在这里的药材 它去湿来说 真的是非常好 基本上呢 它是一味必备的药材 它也是国家的一个保护植物 在众多药材当中 最特别的就是肉灵芝 它是古代帝王的养生佳肴 我们给各位观众一下 找这个活宝贝在那里 看到没 在哪里 在哪里 就在这里 那各位见她的时候 一定要跟她拜一下 或是要亲身戏 因为她都听得见 对不对老师 对 因为这是你每天每天 都要跟她说话的一个活宝贝 要交流 对 要交流 老师帮我介绍一下 好的 我觉得这三个呢 同一个名字 他们就叫太岁 秦始皇心心念念找的 长生不老要 就是寻找太岁 太岁爷的太岁是吗 同音 但是呢 它呢 在医学界称为肉灵芝 肉灵芝 对 肉嘛 和灵芝是两种 就是说 它既是动物 又不是动物 既是植物 又不是植物 称为第三生命体 肉灵芝名列本草岗木 它可以治疗很多的疾病 当然它的细胞在身 是一等一的 所以为什么 就是说可以长生不老 是 它们生活在深山里面 不喜欢阳光 喜欢活水 就流动的水源 而且很难找到 比灵芝更难 难很多倍 而这些呢 基本上呢 都是我们苗医的 世世代代的 每个不同的 苗寨苗王的传家宝 它是活的 它是活的 对 当我们给它 换水的时候 它会呼吸 每年呢 我们会拿出来撑一下 它会长大 所以呢 现在呢 医学界 植物界 都在研究它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它刚刚 来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给它用的水 它对水质要求很高 而且呢 不喜欢亮光 如果呢 像这个 这个是专门治疗 皮肤问题的泰瑟 它不太开心 它就会开始长绿毛 长绿毛 对 就是它不开心 它生气了 对 我就长绿毛 是的 告诉你 是 它用这样的表达 那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给它换 换水 然后它开始 慢慢地把绿毛退掉 退掉 这两个呢 来得比它晚一点 对 可能它后来有伴开心了 来得晚一点的话 我们直接就用 我们用过那个三泉水 它你看就很 很剔透 很白 一点都没有 是 它算是有点像是人类的脐带 对 对 脐带中的一部分 它是有母子连接的 然后它长大了 就把它分出来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让泰瑟 去救更多的人 而且用法也有讲究 秦始皇是找到了 但是他把它炖了 所以呢 它方法用错了 药是好药 还要有医术 就喝它的水 你可以理解为 矿物质啊 或者再生细胞很高 就喝它的水 但取这个水 是有讲究的 你把它接一瓶 是 接下来以后 你要拿一瓶三泉水 等量的三泉水 倒回去 这样它能生生不息 我们的瘫啊 我们的叉啊 要在这里化解掉 我取了 我要还给你 这样平衡 这个也是 对不对 所有的 只要要用泰瑟水 就是去致病救人 这是苗医的第一法则 经过悠久的生命探索 苗医苗药已经自成体系 下回节目带各位去体验 苗族的婚俗 多东家 到西家 女大十八要当家 没有我媒婆三寸舌 那是姑娘 就会变成老妈妈的耶 苗族是一个崇尚武术的民族 久离城的赤油大殿一旁 正是演武场 昔日呢 它是苗王的军事衙门 也是苗族人举行节庆 跟重大祭祀活动的场所 竹竿舞呢 就是苗族人民在生产生活当中 自创的一种娱乐性舞蹈 它表现出苗族青年男女 对自由恋爱的追求跟向往 在胖鸡声里头呢 舞者要在竹竿的分合瞬间 潇洒自然地做出各种优美动作 苗族民间的传统节日很多 除了历史性的节日之外呢 绝大多数是在秋收之后 或是春耕大芒之前的农贤季节举行 只要在这些时刻 人们会自动集中到约定的场地上 参加对歌 听歌 或是跳舞 观舞 尽情欢乐 此时是苗族风情 展现最淋漓尽致的时刻 在过程当中 也会促成苗族青年男女 相互地萌生情愫 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 要开始的是一个苗族婚俗的展演 是的 那么接下来呢 会邀请您进入到这个角色当中 来参与演一个新娘的角色 好不好 苗族的新娘 对对对 拜祷王就是成亲了 就入洞房了 入洞房 对对对 所以呢 我相信观众已经非常地期待 这算是我们的苗版的 罗密欧与朱莉 对对对 苗族婚俗 幸福是哭出来的 新娘在出嫁之前 透过哭嫁环节 表达对父母亲 还有亲人的离别之情 一般是从新娘出嫁的前三天 或前七天开始 有的甚至更早 但在婚礼前一天晚上 或者是当天上教的时候 哭嫁会达到最高潮 哭嫁是忧喜交加的心情 但出嫁是喜事 却又留恋故土跟亲人 因此哭嫁是真情意切 催人泪下 成为苗族婚俗当中 最具情感的一幕 结婚这一天 新郎在几个伴郎的陪同下 带着礼物要去迎亲了 美婆则在苗族婚嫁当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 从男女双方正式交往开始 就要透过美婆从中牵线 最后由美婆引路到女方家 在你们两个没有认识的时候 必须要美婆在中间牵线搭桥 我就是那个月老 月老 对 就是月老 没有她我两句 你们两个就接不了婚 等到美婆交代妥当之后 方能起轿 这个时候迎亲队伍 抬起花轿 吹响唳呐 浩浩荡荡地出发 要去迎娶新娘了 那轿子里面为什么我感觉 我好像被晃了一百发生 这叫颠轿 一句话 就故意叫出豆新娘 然后就是 目的就是让我给他们发红包 是这里 给烟这些 这叫颠轿 对 颠轿 颠轿轿完之后呢 我们就一路会过筛那个 对 跨足筛 跨足筛 就是那个筛子是圆的 你可以踏过去有团圆的意思呀 也有 对 然后象征着咱们的 婚姻美满 团圆那个意思 苗族婚俗 有着浓郁的民族色彩 当中蕴含丰富的传统文化 礼节非常繁复 如果正规办起 婚礼来 总得耗上不少时间跟心神的 真正所谓是好事多磨 苗族女子佩戴银饰 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银饰是苗族盛装不能缺少的装饰品 种类非常多 主要有银角 银棺 银向圈 围腰练 还有手镯等等 李老师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呀 现在我们去的就是 您全身上下 大多数都是出自他自首 做出来的 全都是他做的 你是说我这个头饰吗 对 银饰 银向练 对的 也是只有他能做出来了 对 现在的银将老师就只有我们现在的这位托老师了 苗族银饰只能用手工制作 过程有三十多道工序 大约分为铸链 锤打 焊接 洗涤等工艺 这个名字特别少见 对 因为苗族其实大部分都是苗姓 包括银老师的银子 它也是苗姓焊下来的 苗姓焊下来 银老师 左中康的银 对 银老师 那你是第几代的非传承人 第五代 第五代 那你从小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像我们这种不存在是专门学 就从小就看见家里面的人做 他就自然地慢慢就了解他 怎么一个制作的过程 世袭 对 不用是刻意去学什么时候 哪个年纪 不用的 不用 就像我的小孩 他们两三岁也看见我做 他们也跟着来做 就这样 苗族银饰富含想象力 花鸟鱼虫都能成为题材 它越拉越亮呢 对 它越拉越细 挺好玩了 老师那下一步是什么 我们现在拉好了就来把它搓 银丝是制作银饰的基础 你制作一定要拧紧 好 拧紧 这边往前面推就行了 拧紧 拧紧 推 推 对 对 然后要退回来吗 退回来 这样 这个 退回来 拧紧 推 推 你看是不是就跟前面的差不多了 是 老师在这后面也卷了 做完就这样子 看到没 是不是就是像小麻花一样 对 你现在你帽子上面这个东西 这个花上面的就是用这个花丝 搓丝能增强银丝的韧性 也可以编织出手镯等各种事物 它是银饰制作技艺的精髓 老师 现在我们来看就是你的三大法宝 这个就是我苗子人平常戴的梳子 梳子 不管是就是圣装还是变装 你现在穿的圣装 都要戴上这个梳子 它怎么戴法 它就插在后面 插到头发的后面 它是起个装饰作用 装饰 装饰作用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木的 然后你可以听它声音 很清脆 然后它的重量 你不要看它很轻巧 其实它有一定的重量 因为它是纯银对不对 纯银的 大概的银度是多少 这是四个酒的纯银 四个酒 我们在外面都只能拼到三个酒 其实银子银料它越软 其实更容易制作 像我们手工的话 它的延展性更好 它的柔韧度更好 数字越大就是越软的意思 那我们制作这个要制作多久呢 这个大概一个礼拜就可以做成 银饰的样式并非一成不变的 它会随着时间有着不同的审美观 它一样都有那种叮叮当当的声音 这不会就是挂猫的身上吧 它这个就是挂在胸前的 胸台 欣赏了苗族银饰的艺术世界 现在来品尝苗家的另外一项经典 叫长桌宴 长桌宴是苗族人款待贵客的最高礼仪 它不仅风味绝佳 更是热情满意 因为在以前我们有贵客来的话 我们就要求吃长桌宴 然后像是这些菜呢 就一家一页准备一到两个 然后摆在桌子上就一长六 然后所有人就坐着 就有了这个长桌宴了 所以那如果后面有人没有感到 因为以前都在山里面嘛 那个村走过来不知道五六个小时 没感到怎么办 我们还有下一轮 还有下一轮 对的 就拼桌继续是吗 没错 粉蒸 三香等等都是苗家的特色菜肴 中秋节嘛 是 吃的就是月饼 而在我们苗家的月饼 就是这个赶苏饼 赶苏饼 我们给观众看一下 它是用什么做的 它其实外边可以看 它是铺满了一层芝麻的 是 那我们可以把它掰开看一下 然后它的整个中间的话 是特别多酥食这些 然后里边除了芝麻 花生 瓜子 这些坚果以外的话 外边起酥是特别几层 做起来也挺费工的 对 你可以尝一下特别香甜的 特别甜吧 外酥内甜 对的 第一道就是希望你嘴巴 可以甜甜蜜蜜的 对的 那第二道呢 第二道的话 我们就可以清一下口 先喝一口我们的布老拳 因为其实这里是还挺长寿的 一个村落对不对 对 因为刚刚我们也看苗姨的话 它们活得都比较久 一般都就百岁都是有的 我们常年就会喝这种布老拳 布老拳 而且只有这里有对不对 对 我们这边有一个香也叫长寿香 长寿香 因为它面有特别的稀 对不对 对 矿物质 然后清完口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主食了 好 我们可以看到眼前摆放的这几种 像这两种的话 它就是以扎扣和粉蒸这种为主 哪个是扎扣 就旁边这个 这个是扎扣 然后这个是粉蒸 粉蒸肉对不对 对 然后 不要看它比较肥 但是它是入口即化的那个 我自己好说 它感觉很肥 就猜到了 女生就害怕吃一个 对 豆腐跟红薯料理 也是长桌宴上的美味 因为这个的话整个比较Q彈 因为盆水的话是一个红薯大馅 所以我们以前的主食之一 就是这个红薯 红薯 我们为了长期保存的话 就做成这种嘟卷子 嘟卷子 要吃的时候就给它蒸一下 然后加调料 然后就做成了这样一个小吃 舒坦可口 我们以为它是凉的 它只是温热的 温热的 好吃好吃 而且它有辣椒那种重新味在里面 对 就是又香又辣 但是又不是特别辣 然后还有葱香气 欢迎回客四方来哟 吴香鸟红霞飞哟 香鸟红霞开花哟 把我来柔道晚酒 鸟干人均有真爱 还有一碗酒 喝 我刚刚最后听得懂就是 喝 对 进门得喝酒 邀请您吃饭的时候 我们还得招待您喝酒 苗家以酒带人了 这是你们苗家的习俗跟文化 就是喝酒交朋友 对的 越喝越久 是吗 没错 就是一定得喝 对的 不喝就是不礼貌 没错 所以就像是我们的原住民一样 就是也会以酒会 然后大家收到这样子是他们对我们的一个福气 然后喝了这个福气就会来 对不对 没错啊 好我们之后我们再说一次喝了 我们就上一个 我们就上一个 欢迎鬼客自放来哟 我想让小朋友 好 我们就喝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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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